本节目内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 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议题共住与世 好,回来第二节的星期三有料 第二节刚才讲过 有一些新的环节给大家看 王叔介绍一下 对,我们的节目一开始 第一集都跟大家讲过 主题主要围绕着地区的议题 所以都收到观众的意见 不如有系统一点 不然也猜不到你每集会讲什么 实际无神,今天又讲停车场 又讲可能其他的议题 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系统 我们就想了一个方法 我们发现香港就有431个民选的区业员 分别代表着431个不同的地区 我们是一行人 就决定了从今集开始 逐个走访这431个选区 哇 那找一找,究竟每一个区 有什么潜藏的话题 希望去探索一下大家身边 总有一区,我们会讲到的 是的 逐个社区去探索一下我们身边的地方 不过,我想讲一讲 明天星期六,观塘区就有些事情发生了 是的,这个有要爆了 星期六,明天25号,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就是说这个MIHK 刚刚播了 再讲一次吧 有这个 有这个 你学不懂别人这样讲呢? 我学不懂 有些特价日 有些特价日 我重点推介就是永祥卿的腊腸 但是我吃过真的OK,真是不错的 记得多少? 八折 有记得的 我学不懂 这个其实我挺推介 因为就是说 如果大家有吃开了腊腸 譬如你吃过去煎也好 或者是切粒做这个 可以煎的吗? 就是通常煎香烟的 煎完之后 你就可以点一点点美极鲜醬油 或者做腊尾饭 但是如果你在尾腸腔那些 那些肉味真的鲜很多 而且它不是经常有的 它是这段时间才有的 过了这段时间 它就不做了 所以如果这次可能错过了机会 可能要等到年底才做 那就是要抢购了 就是要抢购了 所以呢 就是来到星期六,25号 记得上来我们MIHK网台这里 一定要上来 你看看我今天的造型 都知道我喜欢吃腊腸 哈哈 所以就一定要 那我们今集的这个 我们这个环节的名字有一个名字 叫区区有料罢 是的 第一集我们就选了 香港最多人喜欢去占领的区 哪个区? 就是A01的中环选区 中环选区 中环选区来说 其实是哪里到哪里呢? 中环选区呢 我可以做一些功课的 是啊 就是香港 就是少数 一个选区里面包含了四个港铁站的选区 哪四个? 包括我们占领了金钟 中环 香港站 连上环站 你去得最多的那个上环站 都是包括… 他上环站转车的 上环站转车 你去得最多的那个站 包括由… 所以它幅然很广阔的 是… 由金钟一直到上环 都是属于我们这个选区里面 那说到中环 很多人知道中环有商业区 但是我知道 市提里去到中环找了一些特色的地区 美食来试一试 大家经常以为中环就是写字楼的 只是在办公而已 每个都去到中环OL看旅 不是的 不是的,有其他东西 是的,我们就真的… 你不不不也很漂亮 我们就真的… 我们整个团队人 真的这次是走了到区里面 拍了很多东西回来 希望大家会欣赏我们这一部分 区区有料爆的第一次的区人 给点意见 还有因为也有一个新尝试 给点意见 我们看看这条片子 好 来到中环 怎么都要试试这些当地美食 我们政府抱了一个伟大的… 伟大的建议 这个美食车终于落实了 我们今天就特地来到中环这个海滨区 就试试这个美食车 这一辆美食车就来自这一间大集团 它在谷克林美赛胜出的特长作品 就是《花胶瑶柱羹》 我们稍后就试试这个 《花胶瑶柱羹》 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吃 我们先吃了 好 《花胶瑶柱羹》 我们先试试这个原味 不够味再随后 是啊 这一辆美食车 现在已经有的 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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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在美食車買了兩樣東西 一個是得獎作品 花膠瑤柱羹 另外一個是這裡的特產 外面沒得買的 叫做生薑紫薯糖水雪糕 加起來是63元 這個雪糕也25元 好不好吃呢?現在馬上試給大家看看 先看看一些材料 好大塊菇 有些肉絲 花膠 花膠呢? 花膠在哪裡? 熔了 瑤柱呢? 熔了,可能是 瑤柱不會熔 就眼看下去 跟在家樓下 那些車仔檔碗仔翅呢 分別真的不是很大的 我家樓下的檔碗仔翅 所以在買兩架都是賺了19元而已 那這個是一個可以了 現在先試一下吧 味道來說 沒有太大分別的 沒有太大分別的 和我家樓下的管仔翅 不過它的菇是大塊 那另外來講 它是因為 那些材料多 那些材料 又不是特別有好味 其實是很一般的 我自己覺得得罪那句 但是怎樣也好 來到中環這個海濱區 既然有一個美食車 都真的落實了 也都真的有很多美食車 是正在做生意的 不妨試吃一下 那 因為它的美食車 其實是 一兩個禮拜之後 是會轉利點的 那我其實之前 節目都有提過 就是說 譬如一些特色的叉燒包 或者一些粉飾餃子 那 總會有一個期 是會來到這裡的 那希望到時候 那些特色的東西 來到這裡 大家多多光顧 那 大集團的東西 其實到處都有 隨便 每一個地鐵站都有 那 你們可以去那裡吃都可以 那 但是聽聞 它就說 這些雪糕 是只有這輛車才有的 如果你們 喜歡吃雪糕的觀眾 那 想試一下 就 現在來中環海芬試一下 那 那 我們先吃東西 那 那 剛才呢 我們就 發現了一個好笑的東西 那 我們就發現了 原來它有一個特色美食 就是這個 楊枝甘露 大家再看看 楊枝甘露 那 為什麼我會拿這塊東西呢 就是因為我叫楊枝甘露 那天吃 它給了這塊東西 是我的 那 那 這塊東西 聽聽黃叔說 其實 如果就是這塊東西 是OK的 味道不錯的 但是 剛才我們就看到 有一位外籍人士 就指著那張 這張照 就要這個楊枝甘露 但是 然後 裡面的職員就給了這塊東西 然後那個 外籍人士就 no no the same 然後 那個職員 就不斷對這塊東西 給他 然後那個 那個外籍人士就 I know thank you 今天就走了 那我想 紅福堂這裡 就要 真的要好好留意一下 根據商品說明條例 你是犯了法的 更何況 你現在是代表香港 做這個美食車 楊枝甘露 你的圖片 是這樣的 你為什麼給別人這塊東西 完全兩回事 是不是紅福堂 因為很需要檢討一下 還有政府是不是真的要檢討一下 這一間這樣的大集團 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行為呢 好 好 猜不到他在中環 你玩過美食車玩了這麼久 就是我們上一集 我們那個美食車 有很多觀眾看完之後 對那個美食車的意見是很正面的 就是覺得有特色叉色包 五色餃子真的有人去吃過 真的沒有介紹錯 價錢也都合理 但是這次呢 就是給了一些反面的東西 就給了一些反面的東西 有些害群芝麻 還是要大集團的 是 這個其實很令人氣憤 是 你這麼大的集團 你還要放在中環 是啊 你還要放在中環那個位 那天星期日 還要讓我們看到 你對著外籍遊客 有這樣的服務出來 是 香港的世界最出名的 就是一個服務 是服務業的城市 你竟然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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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環是一個 就是叫做旅遊區 是啊 你在旅遊區 我作為遊客 我預計你在這裡 有最好的東西放在這裡 是啊 那你還有芒果 我預計你最好的東西 放在這裡 最好的服務放在這裡 我屌你老母 我只想吃個甜品 你對姿爺給我 我只想吃個芒果 你還沒知道我喝 那個圖片 是漂亮得 好像在滿記甜品吃的 那些 那些楊枝金路 它的價錢也都像 我們有些圖片 我出了圖片 這一張就是 剛才我們看得不清楚 26元的楊枝金路 我拿著那支 就是他給我的楊枝金路 而 剛才所說的外籍人士 指著那張照片 就是這張 26元 寫著26元的照片 大大的芒果 鑽到漂亮漂亮 對 有個杯 那個杯裡面 就裝了一些楊枝金路 上面還有一個芒果花 你說起都對 原來楊枝金的英文 學到東西叫Mango Deluxe 就是豪華芒果 對 豪華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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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你給我一顆這樣的東西 對 那個遊客是以為你給錯 他那次 對 他以為聽不懂 對 以為你香港人不懂得聽英文 大哥 以為香港人不懂得聽英文 其實我覺得是很醜的事情 對 還有中環 中環 中環選區介紹一下 是香港其中一個最多英語人口的地方 對 你怎麼會在這個時候 被人覺得你不懂 對 或者覺得你騙他 對 最慘的是你不懂 就算了 這個不是覺得你騙他 這個就是騙了他 這個就是騙了他 我們又不能說 他英文不行 就不可以 英文也算了 不重要 但是這個其實我們要質疑 要去譴責的就是這間大集團 為什麼會賣這些東西 要不就把東西放出來 你明說實在 我們是賣這支飲品來的 其實是 就是26元 那就讓人決定買不買 你為什麼要裝成一個 這麼deluxe的甜品呢 現在變成是一支飲品 不是甜品 你買的時候覺得 我剛剛可能就吃完你的瑤柱羹 雖然也很難吃 雖然 沒有味道 就是我剛才的影片也有說過 就是說 我家樓下買過兩顆碗 都是19元 但是它一個價錢 就是價錢是一個多 但是它裡面的材料 雖然好像表面上很大很多 實際上 真的沒有味道 喂 花膠也不見 瑤柱也不見 瑤柱也不見 可能它撕到散散 或者放得很少 那你吃不吃到瑤柱的味道 又或者它撕出來那個殼 這麼巧沒有 一定是 一定是 也沒有 一定是 它那個瑤柱羹 還要像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這些美食車 為什麼可以放在這裡呢 他們是要過五關閘目像的 首先就要交個計劃 寫得好 寫得好 它為什麼有了 先說一下 那個計劃寫得好 之後才覺得 進去第二輪的殷選 而第二輪的殷選 真的是一個烹飪比賽 而這個烹飪比賽 最終是有16個單位的人士 是得獎的 而他也是得獎的 其他得獎的 其他得獎的就是說五色餃子 是 說那個燒雲漢寶包 是 然後你老母 突然間有一個花膠瑤柱羹 對 花膠瑤柱羹 都是其中一個得獎的作品 真的不相稱 你憑什麼去得獎 你有什麼特色在裡面呢 我真的很得罪說一句 我樓下那檔碗仔廁 比你還好吃 那如果這樣 不如我叫樓下那個碗仔廁 走去開一輛美食車 開一輛木頭車出來算 你開一輛木頭車就算 洗光了你80萬一輛這樣的車 老實實 如果你在中環海賓區 你開一輛木頭車出來 我個人覺得還有特色 是啊 為什麼你這樣拍的 貨車拍到北倫北淚 它又不是拍到路邊的 外國那些車又不是這樣的 我們昨天上集也說過 現在人們上樓梯才買到東西吃 但是外國的車其實很矮 是方便的人走去買到東西吃 是啊 而且那些車不會是貨車改裝 不是啊 它會是小小的 是一個Van仔 有點像雪糕車 這個中文大學裡面也有一輛 賣三文治 喂 你們不會放貨車在那裡賣 我不知道那些官員在想什麼 這個 我就真的很希望有關方面 快點去解決一下這個問題 說過雪糕更難吃 剛才那個雪糕呢 你也沒有說過 那個什麼糖水雪糕 山薑紫薯 如果你沒有紫薯就懂得拿來賣 然後這個雪糕就差那麼流心知事 極邪惡 山薑紫薯糖水雪糕 隱世 對 它連山薑紫薯糖水雪糕也有 它還有什麼芝麻糊雪糕 我不記得了 終於有其他 你們想到的那些都有 黃叔 芝麻糊聽得好像好看 芝麻糊 雪糕你吃過 你自己說一下 沒問題 雪糕四個字形容 是怎麼樣 很難吃 OK 真的很難吃 你可以幻想 你怎麼吃過的 你怎麼做 你可以幻想生薑 生薑是什麼味道呢 就是它吃壽司 剛剛有壽司 不是會有些紫薑的 就是那個味道 那個紫薑的味道 還要變成雪糕的質地 就是奶味的底 其實你可以自己做的 你知道要找些芝麻糬 然後磨碎紫薑 芝麻糊 磨碎紫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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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它 再放進去 混淆薑 拌勻它 吃完那一刻 我感覺到什麼 我感覺到肚痛 不是真的痛 但是我預感到 我將會肚痛 我自己 我也有吃過 那個雪糕 我放進口之後 我摸了兩口之後 我是很 我是有一種 強烈想吐的感覺 你想吐我想吐 是五味雜塵 一個雪糕裡面有甜酸苦辣 還有一點時間 我再看看剛才 黃叔那張照片 黃叔這張照片 在吃一塊炸雞 吃到年初四的樣子 對 為什麼吃到年初四的樣子 這塊炸雞 黃叔你可以介紹一下 這個 大家都知道 星期日哪裏 最多菲律賓人 菲律賓 當然不是 不是 黃叔像廣場 對 那我發現很多菲律賓人 喜歡吃這個 Jollet B的炸雞 但是你吃到年初四的樣子 當時我們馬上就 放進來試一下 他習慣吃德州 發現 狠塌基酒 我喜歡吃狠塌基酒 狠塌基酒 不是 我喜歡吃那些 Pizza Box 比較本土的 我覺得好吃 或者那些 Pizza and Chicken 那些大塊 肉汁豐富一點 這塊我覺得乾真真 乾真真 乾真真 那… 直到那些口味都知道 是啊 我也不需要用言語來解答 用例子 用洋子 哈哈 用香味道 這樣 不過就 文化差異 我看到很多 說真的很多外籍的傭工 是吃得津津有味的 是啊 這個我也覺得 可能是 剛巧不適合我們的口味 不適合口味而已 那… 我又不是說 說難吃得那麼緊的 但是… 所以口味不太佳 但是一定好吃 但是一定好吃 山薑紫薯雪糕 好吃過 你那個… 你吃了那個雞 如果你調回來 那些什麼 花膠 饒炒筋 花膠炒筋 算了 不是當碗仔吃嗎? 貴了一點 但是那個山薑紫薯雪糕 是吃得我們想肚餓的 哎呀 那晚我真的肚餓 問題是來的 而且中環肚餓很嚴重 下一節我們再看 再探討一下 經錯過我們精彩的節目? 現在上來這個網址 就可以訂閱我們八大頻道 付費之後 還可以重溫所有精彩的節目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讚好我們的Facebook專頁 吧